演過金牌救援聯目等劇的 普恩斌6歲就出道 他在新劇《非常律師》無用武 扮演IQ164的自閉症律師 可愛又細膩的演技打動觀眾 還被含眉封為 演藝界最強潛力骨 而無用武風格溫暖療癒 透過普恩斌的視角 正視視障的偏見和歪風 加上演員群出色的演技 該劇靠著自身魅力 還有好口碑發酵 開播至今4集 收視從首播的0.9% 到第4集收視就飆升到5.2% 成為黑馬之作 該劇除了連續兩週 登上韓網論壇最具話題韓劇榜首 順勢待望製作公司A-Story股價 連續期的交易日暴漲近77.2% 另外根據還沒報導 該劇原本安排在SBS電視台播出 不過疑似因電視台嫌棄演員沒名氣 題材不討喜 改由新電視台EMA接手播出 當不少網友虧SBS看走演 而這股無湧無熱潮 也在韓國演藝圈蔓延開來 金氏正、鄭油美、影視雅、南魁梨等演員 也都紛紛上傳自己在看劇的認證照 看來除了觀眾演員們也都深陷 無湧無的魅力無法自拔啊